當煙囪停止了呼吸 安息的石化怪獸 已經成為歷史 傳聞護國神獸台積電 即將落腳於此 目前還有一些未拆除的殘盤 以及相關的地下 也有一些相關的水 電跟油的管線 如果加速來整治的話 事實上對於高雄的招山引擲 有非常大的幫助 高雄市副市長羅達生 地調沒有明說 台積電來高雄的消息 但他協命組成專案推動辦公室 負責協調各局處與中油 跨單位的整合工作 並成立前進指揮所 執行現場政治計畫 記者團隊搭上專屬小巴 獨家前進管制區內 這裡頭多數廠房設備已經拆除 但弟弟看不見的 是深埋超過一甲子的石化污染 我們現在進行 主要進行一些假設工程的作業 鋼板中的打塞 還有地表到負二米左右的一些 舊有的管線把它清除 跟舊有的混凝土表面把它清除這樣子 紅隆隆的怪獸逐步開挖廠區 整治範圍約161公頃 相當於230座足球場面積 總共分成六大區域 分區裂解受污染的土壤 我們現階段規劃的工法有兩種 一種是熱托腹 一種是生物浮育 那熱托腹是處理比較高濃度的 一個污染的部分 那生物浮育的部分是比較低程度的污染 的部分 混凝土車駛進園區整地 大型重機具進進出出 就是為了加速整治騎乘 我們上任之後 把整治的騎乘從122年整治完成 提前10年到112年整治 那目的就是希望趕快活化 這樣子一個土地的利用 我們在整個加速的過程當中 也是符合我們相關的公安規範 中油斥資260億 攜手高雄市府整治煉油炒污染 優先處理的第三區土地約30公頃 作為第一期進園場用地 整治工程進度超前已進步完成 接下來進入環評後 預計最快2022年6月 完成園區鮑鞭 就能讓業者進入使用 未來將會是台灣獨一無二的 高科技產業聚落 整治中的中油列油廠 它還有一大賣點 像我現在從高雄捷運的試運站走出來 左手邊一牆之隔裡頭就廠去了 而周圍像這樣的捷運站總共有兩座 這樣的交通條件 綜觀全台各大的科學園區看來 包含從竹科還有中科 以及南部一點的南科 都沒有這樣子的交通優勢 我想經驗大概很難複製 因為每一個城市在發展 都有它不同的環境的條件跟限制 那以高雄來看 我們希望把傳統產業也一併帶入到 科技產業的發展 煉油廠一旦華麗轉身 成為半導體聚落鍍徑 將會是南部科技狼帶的重要關節 串聯橋頭科學園區 人物產業園區 以及林園工業區 與終點站亞灣軟體創新園區 高雄輕軌悠悠穿梭亞灣區 AI 5G 物聯網 趨勢浪頭上的最新科技產業 都在這裡合體 成為高雄市新興商業區 也改變了港府的天際線 不管是科技產業 半導體業別等 來的時候能夠讓彼此之間 傳統產業跟科技產業的合作 同時我們也希望 像我們在亞灣推5G IoT 創新園區一樣 能夠朝向智慧化的發展 高雄除了原有石化鋼鐵業的 駐場優勢 入京城市尋求升級 煉油廠重生計 吸引半導體廠進駐 翻轉城市格局